一人楊宥玲跟郭彩杰傳出複合消息 看起來確實有譜 兩人出席電影首映會時不時眼神交流 主持人黃紫嬌也在現場起哄 頻頻調侃 芯片風中家族終於在台北首映 話題人物楊宥玲與郭彩杰 果然難逃主持人黃紫嬌 當吵被逼公 如果破譯的話 楊宥玲 在這裡洗澡 在這裡洗澡 破譯的話 好 那第二個選項複合 好不好 我們先破譯 然後我們就來選 你不用認真回答我 你也知道我也是送人之託 不好意思 大家都在工作出來混 不好意思 郭彩杰在一旁笑得好開心 分手後第131天 兩人在台公開合體 中間雖然還是隔了兩個人 但是頻頻眼神交流 還不時相識大笑 都飄出濃濃的複合跡象 看來兩人要再合作大尾如曼二 一點都不是問題 其實我們還是一直很關心的對方 很珍惜對方 先親一下 不是去裁刑家 對對對 謝謝你幫我澄清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電影上映日 恰巧也是演員胡以為的生日 首映會上七十蛋糕 第一個願望 就許下希望電影能破譯 也算是替楊宥寧鋪下復合之路 UDN TV網友藍莉小楓綜合報導